而另外一方面在纽约我们的记者发来了一个最新的片子 这是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在24号 她是以视频的方式出席了纽约地区联邦法院的庭审 而美国检方和孟晚舟之后达成了延缓起诉协议到2022年的12月1号 而美方撤回对她的引渡要求 并且由孟晚舟以个人担保的方式获释 24日下午1点55分 位于布鲁克林的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 就美国和华为案件开庭 孟晚舟以视频的方式出席了此次庭审 庭审时长约50分钟 本台记者进入到法院旁听 法官表示美国检方曾对孟晚舟提出了四项指控 涉及银行欺诈和电信欺诈 法官询问孟晚舟是否认罪 孟晚舟表示她不认罪 检方和孟晚舟达成了一项延缓起诉协议 将延缓对她的起诉至2022年12月1日 也就是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机场 被拘的四年以后 检方表示将撤回对孟晚舟引渡美国的要求 并在个人担保的情况下释放孟晚舟 协议还表示如果孟晚舟遵守所有协议内容 2022年12月美国政府将取消对她的起诉 检方在法庭上表示 双方达成的协议中要求 孟晚舟以及律师团队 不会在其他任何场合再做出有被协议的额外声明 孟晚舟也对此表示同意 在庭审结束之后 孟晚舟的美国律师团队在法庭外接受了凤凰卫视的提问 当我问及孟晚舟是否可以离开 以及她之后是否可以再来美国时 孟晚舟的律师表示 她可以随时履行至她想要履行的地方 凤凰卫视 陈寅谦 江广复 纽约报道